但我無大都經歷了兩有的權力 我都記得當以前的申主席在任的時候 當出現申議 申主席看了嘗試 無法嘗試 以理無人 將相關的理論看出來 去解釋我們的殘數 也就是我們經過壓倒一些歸程的問題 是不大有壓倒的問題 這一個是一個檢疫指標 最基本 最機有的一個大項 但很可惜的是 你用更大 梁主席同志同仲 都做到道德的事情 甚至嘗試都應付 究竟梁主席是不熟悉 會議常規 因為他根本是不如意方向呢 無論是哪個原因 每次梁主席處理事件的結果 一定是會有更加多的法案和猜疑 都會有更加多的法案和猜疑 這一個究竟應該會懷疑現狗的主席 同時 郭主席 我們批評梁主席 冷權 例子 更加各個聖組 既然是剛剛完成的一二兩年條例 審議過程 審議過程之中 將我們啟動七十五條修正 大方採進二十四條 理論有些是前後後訓 有更加多的法案和猜疑 堅強細詞 然後有任意就限限限限限制 本來那個老闆發言有次上限 而整一段時間有次上限 當黃線後與梁主席方法分封 由事件驅隔 任意承認認識規則 對政府有利的 就是大陸同全體公共 是兩套會議 廣開處理 對政府不利的兩套會議 能同一個協會 怕真同時參與審議法後的權力 事實上就是勝率 亦將反而受難限限限制 是每一萬不要維cloud 那麼我就是 officially 聽見 뽑 乾杯 很乾杯 本來如果他能夠以德以理服人的話 我們都無話可說 但是很可惜的是 梁主席現時同時兼任三間上市公司 受薪非執行董事 這個就引來利益衝突的猜測 如果主席 這三間的上市公司不是非一般的上市公司 當中包括業務範圍廣泛的藍籌股 我們立法會審議的法例 或多或少影響這些公司 一旦三間上市公司的非壽薪董事 擔任一個地方議會的主席 試問他又如何能夠向香港人展示 他的公平和公正呢 主席 我們希望做到的是梁主席能夠發揮他的問責精神 能夠在現在面對著我們這麼廣大的質疑 和誠信受挑戰的時候 能夠看面地 離開他現在的職位 還香港立法會有公道 主席本人僅此陳詞 公民黨也都會支持原意我 陳淑莊議員 代主席女士 今天真是幸運了 主席居然不能聽 不知道有沒有聽 或者提早放工呢 首先要感謝這個李國倫議員提出這個動議 我今天打算講一個水鬼星城王的故事 是的 但是帶來災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本來沒什麼能力的人 又坐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是會帶來大災難的 水鬼本身呢 就本來躲在池塘底而已 如果沒有人撐腰的話 就沒什麼理由可以做到城王爺的嘛 那大家都知道城王爺其實有很多事情要處理的 還有就要負責保護一個地方 例如是香港立法會那樣 那要負責監察政府啦 又要為這個公共財政把關啦 最緊要當然要捍衛法治啦 但是如果一隻水鬼 無端端升上去做這個城王爺的話 做了立法會主席 不單止保護不了香港 還帶來很大的災難 這個故事是由2016年開始的 這隻水鬼本來就由2004年開始 連續四屆功能組別自動當選 為立法會議員 在2012年至2016年呢 就曾經擔任這個內務委員會的主席 但是經歷了這麼多年呢 他的知名度都是低到可憐的 最低的一兩位 就是最多都是一兩位市民 是說得出他的名字而已 那麼更加多的時候呢 就是連一位都沒有的 那就是做了十幾年都沒有人知道是哪位了 那麼為什麼這隻水鬼可以服一聲地做到立法會主席呢 香港市民呢都還記得 本來他是英國籍的 但是為了做主席呢 就要拿去取消這個英國國籍 那就是貢獻 就是丟一本護照出去 那麼大犧牲了 那麼可能給他安慰獎 就要做一下主席啦 那就是要有些代價的嘛 那麼他做立法會主席的時候 就應該都不是水鬼了吧 但是看他的知名度呢 哎呀就真的很老實而已 2018年3月呢 就有16個市民說得出去叫什麼名字的 那就是大概有2.3% 那麼堂堂一個立法會主席 知名度低成這樣 確實是令人覺得很難堪的 前兩位立法會主席呢 代主席女士你都經歷過啦 尤其是你的師傅 曾玉成 是吧 曾玉成主席呢 就之前起碼和范太呢 都至少是十大議員 有時候還常常排第三 評分又高啦 被人又覺得公正啦 所以就非常之不錯的 但是呢 這一個就連說得出個名字 都這麼少的話 就真的很可惜的 那麼跟著呢 水鬼星成王呢 要做到呢 那麼再加上新主席呢 可能就想這個拆存在感 爭取表現 又真的做了不少東西的 但是出名 代主席女士你都知道 分兩種啦 一種就叫德功望重名流青史 另外一種就叫做臭名元波 那麼現在這個主席是哪一種呢 大家心知肚明啦 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坐在一個最高的位置 又怎會不是災難呢 主席李良年的表現呢 就真的可以說是寂驚四座 真情赤裸裸地表現出 何謂這個濫權 何謂有權用盡 自毀長城 還令立法會蒙羞 令立法會沒有專業 短短兩年 這位主席已經有 以下九五答八的金句 首先舉例 一 主席的裁決 為最終的裁決 是不容辯論的 一聽到簡直好像回魂夜一樣 主席經常亂禁裁決 令到議員嘩然 根本就完全不適議事規則 唯一適得就是第四十四條 但是看真點呢 又不是剛才那句話 主席的裁決 為最終的決定 不容辯論 其實不是這樣寫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呢 那就是說 有道理又說不通 歪理又騙不了人 只會濫權 那就不讓你說了 還有這兩年 還有很流行的 他很喜歡吸人咪 以前主席都沒有吸過咪 現在就直接吸了咪 直接不讓你說話 另外一個金句 我會視你的行為 極不檢點 當議員繼續抗議主席的裁決的時候 梁君彥主席 往往慈窮理屈 只會說議員行為 極不檢點 強行阻止議員發言 然後警告之後 驅逐他離場 驅逐的量 我稍後都會說 簡直是破了紀錄 好 還有 議員或者官員 在立法會說的話 是不需要是事實來的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呢 好的 我就一定記得 去年十一月十五號 當我們在辯論 關於這個 一地兩檢的 無約束力議案的時候 當時袁國強就光臨這個立法會 解釋一地兩檢 我和其他議員就要求 袁國強司長澄清 主席竟然說 議員或者官員在立法會說的話 是不需要事實的 我特意看回Hansen 我真的看到 公然放生司長本會的尊嚴何在呢 還有 議事規則只是加強我的權力 哇 好厲害啊 最離譜的一次就是 6月13號 今年 立法會審議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主席已經強行為二讀設施下 令很多名議員都不能在二讀階段發言 主席竟然無視議員提出規程問題 又得運防局局長爆咪 這樣就繼續發言和議員鬥大聲 主席一如既往 當然又不講道理 又反對 然後反而就訴諸這個權力和武力 要求保安驅逐五名議員離場 令到保安多次 多次我一定要提出 令到保安多次成為磨心 原因就是因為主席廢 不懂得處理 不懂得主持會議 主席是應該服務議會 不是自己濫權 以為自己至高無上 好像上帝那樣 每次就找保安來做磨心 你知不知道代主席女士 我們查過了 以前根本是簡單 要驅逐離場 是協助他離場的就是保安 這次兩年之內已經發生了八次了 主席命令驅逐議員離場 究竟是什麼問題呢 真的議員太頑皮 還是主席主持會議太廢呢 當議員質疑主席違反規程的時候 或者違反議事規則 主席竟然就說 議事規則只是加強我的權力而已 根本就是狂妄自大 自我膨脹 不可一世 他是要跟議事規則 不是議事規則付權給他 他都會越權的 說回這個水鬼星成王 一個過去十幾年都沒有表現 沒有人認識 更加是零選票 自動當選的議員 竟然受到陰點 做了立法會主席 又怎會不是災難呢 過去兩年 主席濫權霸道的例子 七分鐘是講不完的 今天一定會支持這個不信任議案 本人僅此陳前 莫乃光議員 代主席 我感謝李國倫議員 今天提出的這個 對梁君彥主席的不信任動議 剛才也都聽了楊岳橋議員 和陳淑莊議員 他們的全面精彩 Depoint的發言 我只可以補充一點 因為不想為了這個主席太過動氣 今次在會期裏面 今天是最後一次的大會會議 回顧整年 我們先有議事規則修訂 接著有一地兩檢的審議的風波 主席那個行事作風 已經是引起很大的爭議 今天我們民主派議員 也都不得不要提出這個不信任的動議 即使是沒有約束力 都要這樣做 其實為了什麼呢 爭議是在哪裡呢 我覺得最終的其實都是要說 就是做主席的中立性 立法會裡面的角色和尊嚴 究竟作為這個做主席的人 有沒有守護得到 立法會議員是不是仍然在這個主席的安排之下 會議的程序和會議的進行的安排之下 仍然可以是行使到我們的職權 立法會是監察政府的施政審議法例的場所 那基本法七十三條定名 立法會審議政府提交的法律的權力 當中第六點是清楚說明 立法會是可以就著任何有關公眾利益 公共利益的問題進行辯論的 在議會裡面發言幾乎是議員最緊有的權力 以及議政的工具 如果作為議員不可以就著法例或者議案去發言 那我們怎樣去議政呢 如果我們議政不能去議政 那立法會用來做什麼呢 立法會主席的角色究竟是要剝削議員的權力 限制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令到政府就舒舒服服 成為了政府甚至中央的一個傀儡 這個是不是我們應該守護的三權分立呢 我們實行一些制行的原則去守護議員 議會履行我們監察政府的責任 我們又怎樣才可以做得到呢 即使自己作為一個主席 他可能會有他自己的政黨或者政治的立場 但是仍然必須是中立行事的 不用說我們都知道 現在我們提出這個民主派提出的一個不信任的動議 就是因為梁君彥是沒有盡到他作為主席應有的責任 也都做不到那個中立性 其實今天這個所謂辯論都挺反智的 因為我們要解釋給主席聽 其實為什麼呢 這個中立性和他要公正是多麼重要 而一年以來發生的事 正正就是令我們看到 立法會是更加更加需要一個 真真正正可以做到這個公正和中立的主席 為什麼我們在議會裡面 沒有就到社會上面引起廣泛關注的事 可以質疑到政府呢 為什麼我們今年有很多 其實我們都覺得是急切的提問 都是要被主席否決了呢 為什麼之前在議事規則審議的時間 可以配合建制派瘋狂地加會 一地兩檢的審議就配合政府 然後只得三十六個小時 這次的處理呢 特別是說一地兩檢那時候的處理 剛才也有議員提過 我不會重覆細節 但是呢可以說就是 其實是在這個駱駝背後的最後一根草 令到我們是不能不提出這個議案 原來主席安排會議程序的權力 是用來打壓反對意見 或者是反對政府的意見嗎 方便政府去加快去通過法例 這一個就是主席的角色嗎 主席的公立性和他的公正性 就是要令到議員是可以信服 不單止市民最少這裡的議員 要信服之得 以前的主席很大程度上是做得到的 現在老老實實做得到嗎 有時候我們甚至聽見 建制派的議員都有點不滿 那看回梁君彥很喜歡引用的 基本法第72條其實是講主席的程序性的權力 講主席主持會議安排會議的權力 立法會主席其實就是 一個會議召集人的作用而已 沒錯 立法會主席是有議程的設置的權 但是呢 代表主席 但是呢 是不是代表主席就可以濫用這個權力 將議事規程有偏向性地去做 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呢 如果不是 那麼主席主持會議 同決定開會時間 都沒有理由可以偏頗的啦 但我們看回過往立法會主席 從來是沒有人可以是 好像現在這個主席那樣呢 是限制議員的發言權 或者呢 是部分條例的 的 的 草案委員會的階段 也都呢 是 將那個發言權 大幅這樣限制 也都從來呢 是沒有主席呢 是好像 現在這一位主席那樣 令人覺得呢 他是在照顧著他的黨友的時間表 來去安排議程 或者呢 是修改議事規則呢 加強他的權力呢 就可以呢 在沒有諮詢的時間呢 之下呢 任意地安排一些會議的時間 最後呢 我也想說一下主席中立這個問題呢 其實在很多的外國的議會裡面呢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看到在英國國會裡面呢 一旦成為下議院院長 議長呢 他一定要脫離他自己所屬的政黨 成為無黨派人士 那麼香港沒有這樣的法律要求 就不代表作為一個主席呢 可以濫用這種情況 很明顯呢 經過了現在今年 我們面對梁君彥主席 是令到我們實在是大開眼界 所以呢 我們這個情況 真是不想他繼續延續下去 提出今天在兩年 這個可以算是今屆立法會的會期之中的 中間提出這個議案呢 的確是希望可以撥亂反正 不信任梁君彥 希望我們可以重新找一個 可以代表到立法會專研的主席 你的發言時間到了 毛孟靖議員 我一般呢就覺得在立法會發言 多謝這個 三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